作为人类历史上建造过的最大排水量的潜艇 俄海军最后一艘台风级核潜艇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退役了 2月7日美国动力网站援引俄罗斯塔斯社消息称 俄罗斯海军现已证实让战略核潜艇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退役 全俄舰队支援运动负责人弗拉基米尔·马尔采夫 证实的这一消息 并表示这艘潜艇将跟另外两艘已经退役的同型潜艇一同等待处置 在2022年曾有俄罗斯媒体报道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退役的消息 但当时塔斯社称这一消息是不正确的 美美称作为最后一艘现役的台风级核潜艇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的命运备受关注 这款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高达48000吨 总长度172.8米 能够搭载20枚潜射弹道导弹 在冷战末期 苏联完工了6艘台风级核潜艇 冷战结束后受美俄之间签署的核军被协议 和俄军队资金不足等方面因素影响 五艘台风级核潜艇先后退役 而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则接受了一系列改装 并充当新武器试验平台的角色 马尔采夫称 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退役后 他的舰名将由俄海军最新型的北风之神A核潜艇继承 并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2月6日报道 俄罗斯海军证实 德米特里·顿斯科一号战略核潜艇已退役 该潜艇曾是莫斯科强大的冷战武器系统的一部分 几个月来 人们一直在猜测制苏潜艇的命运 该潜艇于1980年下水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服役的 由北德·文斯克的北方造船厂制造的 六艘鲨鱼级潜艇中的第一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